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相当丰富 首先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此次会议将讨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和推动中国是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玻利维亚的最新动态 玻利维亚总统阿尔斯成功压下一场政变企图 武装部队在占领拉巴斯市中兴广场 并进入总统府后撤出主导政变的将军朱尼加背部 局势暂时得到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引发热议的新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外媒质问时 声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但其心虚的表情却引发了广泛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新闻台报道 习近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宣布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将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和推动中国是现代化的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 搞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并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 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会议强调到2035年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未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在另一则报道中 毛宁在面对外媒 关于中国安全问题的犀利质问时 显得有些心虚 这一表情引发了广泛热议 与此同时 欧盟和中国的谈判也有了进展 欧盟决定微调对华电动车临时关税 此外 北京为了应对经济压力 宣布购房投期款 最低降至两成 但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措施的实际影响有限 世界象棋冠军王天一 因社会被查 揭开了买其牟利的黑幕 而盛海雄则在上层楼分馆中宣布电影工作 玻利维亚方面 军方冲撞总统府 试图发动兵面 但最终未遂 相关将领被捕 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明镜新闻台 作为总部设在纽约的明镜集团家族成员 主要播报中国与世界各地新闻 提供全球新闻和学者评论 覆盖24小时 华尔街财经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 近日发布了一系列政策 旨在全链条支持创投基金的发展 特别强调 募资 投资 运营 退出四个 环节的全面支持 这些政策的出台 无意为创投基金带来了重大利好 尤其是鼓励投早 投小 投硬的方向 意在推动更多创新型企业的成长 具体措施包括 降低创投基金的准入门槛 提供税收优惠 以及加强对创投基金管理团队的支持和培训 这一系列举措将大大提升创投基金的活力和竞争力 助力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 星岛日报和明报均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27日召开会议 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问题 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并决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将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包括如何推进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的深度改革 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 会议的召开时间和议题安排 显示出中国政府对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 预计将出台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 进一步推动国家的全面进步 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27日召开会议 研究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深化改革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并决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将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此次全会将围绕经济、社会、科技等多个领域的改革 进行深入讨论 力求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 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 会议的召开不仅是对前期工作的总结 更是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预计将带来一系列新的改革举措 香港电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 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将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由习近平主持 重点讨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推动中国是现代化的议题 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在当前全球复杂局势下 致力于内部改革和发展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这也表明中国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推进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 以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 星周网美国总统辩论会将于周四在亚特兰大登场 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位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候选人将展开激烈交锋 此次辩论对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至关重要 因为这是仅有的两场辩论之一 全国民调显示 两人的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 选民们将密切关注他们的表现 特朗普在辩论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一生都在为这种时刻做准备 而拜登则将特朗普称为 对我们民主的最大威胁 两人在各自的备战过程中都面临挑战 特朗普因煽动性言论和刑事案件引发争议 而拜登则虚应对关于其年龄和思维敏锐度的质疑 尽管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占据优势 但辩论的结果仍可能左右选民的最终决定 明镜想点就点 在最近的一次《深刻中国》节目中 习近平声称 美国煽动中国入侵台湾的言论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 习近平的言论反映了中国精英阶层 对美国动机的长期看法 认为美国利用台海问题遏制中国崛起 这一观点 自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以来便存在 并在近年变得更加普遍 中国学者认为 美国的挑衅行为 如对台军售和议员访台 是为了激怒北京 从而为美国及其盟友 采取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措施提供借口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 美国可能希望利用台海作为代理战场 就像俄乌战争一样 要避免台海冲突 中美必须增进了解 进行高层对话和广泛的精英交流 以创造和平的机会 经济日报报道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政府上台后 放弃了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对话友好政策 试图通过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 拉拢东盟共同抗衡中国 还借助美欧日 韩等域外力量 在仁爱礁和仙宾礁 发起规模空前的行动 试图突破中国的南海九段线主权边界 上周中国海警在仁爱礁展开强硬执法 用冷兵器成功破退飞军 收缴了一批飞军枪支 并意外截断一名非特种部队士兵的手指 尽管双方都致力于将行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但小马可斯的行动 主要是为了制造南海弱国 被中国霸凌的黑材料 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并刺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以巩固政治地位 然而南海域内大多数国家 均主张以和为贵 不愿加入抗中联盟 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 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今日华尔街节目报道 印度电动滑板车制造商 欧拉的估值引发投资者质疑 尽管其在市场上占有先机 但竞争对手正在迅速赶上 投资者希望以更低成本 进入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欧拉的创始人 Bavish Agarwal需要考虑 如何使公司与其他印度初创企业区分开来 与此同时 一位90岁中国老太太 用手榴弹当锤子使用了20年 直到工人拆除她的老房子时 才发现这枚手榴弹 幸好她一直没有爆炸 此外 巴基斯坦宣布了一项新的反恐行动 以应对中国对该国投资安全的担忧 尽管该计划遭到政治反对派的抵制 但被视为保持中国投资至关重要 然而 能否真正稳住投资 仍有待观察 中国可能会等到 看到行动结果后 再做出投资决定 中央社报道 波利维亚总统阿尔斯 今天压下一场政变企图 武装部队在占领拉巴斯市中心广场 并进入总统府后撤出 阿尔斯是经济学家出身 曾是前总统莫拉莱斯的得意门生 但两人如今成了政治对手 都打算明年竞选总统 阿尔斯曾是波利维亚经济奇迹的缔造者 但上任后一直在努力处理美元短缺问题 导致经济紧张 并使波利维亚债务评级下调至拉基级 今天主导政变的将军朱尼嘉表示 政府正在让国家陷入贫困 中央社报道 总统赖清德宣誓 要打造一个健康的台湾 台大儿童医院小儿部主治医师黎兵颖指出 面对少子化的现状 必须更加重视 对父母的卫生教育和心理建设 他强调 孩子哭泣并不是因为想吵闹 而是他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 因此从产前开始加强教育 教导父母如何正确应对孩子的需求 避免因挫折感而导致的儿童虐待 他认为 医师需要与父母进行良好的沟通 帮助他们理解孩子的行为 建立正确的育儿观念 这样才能养成全人健康的儿童 既包括身体健康 也包括心理健康 经济日报报道 毕鲁总统伯鲁阿尔特正在中国访问 他利邀中国电动车 聚骑比亚迪到毕鲁设厂 伯鲁阿尔特与比亚迪管理层会面时表示 如果比亚迪在毕鲁设立汽车装配厂 将从即将启用的前开港获益 他指出 毕鲁政府将在前开港 或毕鲁南部大城市 阿雷帕基建造工业区 汽车装配行业 可以在这两个地方之一落户 伯鲁阿尔特还提到 毕鲁政府将不设关税 以鼓励更多在地投资 并计划与中国达成协议 在未来三、四年内 将毕鲁的公交车 替换为电动型号 他的访问行程 还包括体验中国高铁 并大赞其速度 华尔街电视简报报道 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 与特朗普 即将进行一场 没有观众的电视辩论 候选人在回答问题时 将被静音麦克风 这样的安排 是否会让辩论更加文明 引发关注 此外 巴基斯坦南部地区 遭遇致命热浪 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 6天内导致超过500人死亡 当地医院接收了大量中暑患者 最后 澳大利亚珀斯南部的 一座中国风豪宅 以神秘价格拍卖成交 这座豪宅包括两栋房屋 共有超过80个房间 建造成本高达7500万美元 但最终成交价 却低于建造成本 背后故事引人好奇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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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